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自己打江山 一般来说借助别人的实力做江山很少 比如说中国古代有一个叫石敬堂的 史书上一般都称他为二皇帝 因为什么呢? 他主要依仗的大天下的军事力量主要是突厥人 也就是说类似于从土耳其到新疆的庞大的一个部族 就是突厥人系的 所以石敬堂的被人称为皇帝 实际上是受到大家的藐视 因为在中国做皇帝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想要借助别人来称聚 一般来说下场都很悲惨 你不管是汉朝的西汉东汉交替的那个王王 借助于汉政权 然后自己做了丞相 然后你觉得自己权势就是说非常大 然后就进一步想做皇帝 结果你找到这个惨败 然后石敬堂呢 实际上的称皇的时间也不长 就是说所有的二皇帝呢 因为二皇帝呢他本质上呢 就是说他不是靠自己的这种判断 这就像一个餐馆老板一样 讲白了就像一个餐馆老板 就是无论大的小的餐馆 这个老板跟这个经理 从来都是两个概念 就是说经理呢 一般来说都是经营不好的方便 你要如果让他当老板的话 他总要出乱了 他总要就是说呢 犯下一些致命的错误 而老板呢一般来说一个长期的经营 或者说一点一点期内 这个经验积累资金的这个老板呢 他有一种基本健全的判断力 他知道什么地方不对 能够纠正 什么地方有点过火 需要这个 就是说要保持忌惕 但是经理一般是不具备的 所以说呢他总是需要一个这个老板来控制 毛泽东呢实际上他的一生呢 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左孩皇帝 他的这个地位呢 在这个 所谓的长征也就在逃窜当中 确定了 因为他本来在他之前呢 实际上 应该这样说吧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 所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是斯大林任命的 就是说所有领导人 甚至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都是斯大林挑选的 呃 斯大林必须牵制以后 这个人才能成为中共中央的头目 这是 因为共产党呢 他的这个 以前他所有的经费 他的组织关系 他的这个组织结构 呃 他的一切都是苏联操纵的 当然苏联都通过他的秘密机构 早期叫齐卡 后来叫克格勃 呃 他通过这个苏联通过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豁明豁暗的这个组织机构 对中共进行严密的这个操控 比如说这个共产党在毛泽东之前的 几任领导 像那个向中发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 是一个文盲 呃 然后呢 斯大林就觉得需要选一个这个工人 做领袖 呃 因为向中发呢 在共产党头目里面呢 他是一个比较地道的一个典型的工人 呃 在斯大林之前呢 就是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 从这个比如说 呃 你看 不管是这个 这个 陈独秀 李大钊 还是这个 呃 张国焘 还是李立山 还是王明 都是典型的 就是知识分子 后来呢 这个共产国际呢 斯大林本人呢 他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呢 他感觉到 很讨厌 所以说呢 毛泽东的他本质上后来 他之所以被确立为领导人呢 他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 基本上还不算一个知识分子 他算一个农民 呃 应该说在向中发之后呢 是大林 比较满意的挑选了一个农民 毛泽东做中共的领导人 当然 毛泽东呢 算是一个有空化的农民 因为他毕竟在一个 这个师范学校 实际上就相当于 现在的这个终端学校 虽然没有毕业 但是呢 也上了两年的学 然后呢 也在共产党这个圈子里面呢 来了很多年 活动了很多年 也能写点报告什么 所以说呢 他是完全是有苏联 这个任命的一个官员 他不是一个政治家 他也没有政治能力 或者政治经验 应该这样说 在斯大林死以前呢 这种局面一直都都维持 呃 我们上一季都谈过了 这个所谓的这个解放战 打败这个国民党军队 实际上主要都是共产 国际联军做的事情 老毛呢 只不过是按照这个苏工 这个管理机构的 这个一系列命令 因为共产党 我们现在知道 共产党管理机构 他是齐头并进的 就是说他组织部 他对上面的组织部 还有直接的 这个要服从的这个义务 然后他是层层的 就是职能下达 我以前我分析的 共产党为什么在中国 我们能够成功 为什么共产党之前的 这个农民队伍 都没有成功 比如说李志诚也好 双掌制度 给完整的 传到了中国 双掌制度呢 是一种相互坚持的一种制度 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这种 双掌制度的话 共产党很容易就是 内部就是出现这个叛乱 或者说内部斗争都会陷入一种 长期对峙的这种局面 我们后来知道这个国共决战的时候 国民党大部分队伍 实际上都是没有参与 这个国共战争 而是呢 就是说都被改编了 或者说是投诚了 或者说是跟共产党 私下的合作以后 谈判谈判 讨一个个人的出身 然后就叛变了 就附作义是比较典型的 一些后来李宗人也是很典型的 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认证 那个共产党去打仗 这个毛泽东呢 他实际上作为儿皇帝来说 他处处要负成 斯大林的秘密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他胆敢违背 斯大林的秘密 我们后来所看到的这个 党史中共的这个宣传 实际上都是说 共产党怎么样 毛泽西怎么 实际上这都是扯淡 这都是蓄意欺骗的人 而且这些历史人 应该说在50年代 就已经被彻底改编了 这就是斯大林死了以后 就被改编了 这就像上一集我谈到的 吉林省委政协副主席 因为他在中国生活那么多年 在观察上面 他是一个超选战争的专家 他跟全中国人民一样 都认为超选战争的处理 是中国军队 但是呢 他看到超选大大小小的官方记录 不管是国家纪念碑 到他的这个汗牛冲动的 在这个图书馆里 各种各样的这个书籍文章 几乎都没有提到中国 抗美援朝战争的贡献 好像整个超选战争 就是超选人民军在作战 没有其他什么军队 没有什么其他什么势力 中国人仅仅是给他一点回报而已 苏联人给他一点资源而已 然后呢 都是在伟大的金日成的领导下 他们进行了人民战争 即使后来江波寨的这个 波尔波特他也是这样 比如说他把这个江波寨的人 杀害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 他也都是就是说实际上他应该是某种意义上 他也是一个二皇帝 就是实际上金日成也好 毛泽东也好 因为他跟这个自由世界不一样 自由世界呢 一般来说都是通过在某种程度上的这个推举 某种程度上的这个甚至选举 才能成为政府领导人或者说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但是呢极权主义不同 极权主义你看苏联我们知道 权力就在斯大林首位 他决定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我们后来在东欧看到的也是 东欧国家的任何这个共产党领导人 都是斯大林军 你不听话 即便斯大林后来死了以后呢 苏联仍然控制住这个东欧 比如说匈牙利的纳吉他不听话 他这个觉得呢 共产主义这条路有问题 他想做一些修改修正 那么马上苏联军队就 就从四面八方就包围了这个匈牙利 然后呢就把这个领导人纳吉给抓起来 处决了 还有杜伯切克也是布拉格之村 杜伯切克呢也是苏联 啪的这个坛克 一种进这个杰克 然后最后呢就 以这个谈话了一点 把杜伯切克就给带走了 带走了以后呢 从那以后杜伯切克就给赵紫阳 杜伯切克一直到死都 也就是说呢 所有这些领导人 必须是苏联领导人的决定 所以呢 毛泽东呢 实际上是一个不知不扣的 地级道德的二皇帝 而且呢 他赖以成为领导人的这个 所有的资本 都是苏联人提供的 他的所有的制度 都是苏联人提供的 苏联人 不管他提供了这个组织制度 就是一整套的这个相互监视 一种双掌制度 也就是一个司令员 一个政委 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厂长 一个党委书记 甚至他一个连里面 都有一个指导员 跟一个连长 这个呢 在古代是行不通的 因为什么呢 他上下之间缺乏沟通联系 一个平行的两个人之间 会闹矛盾 但是共产党呢 有另外一样的 也平衡了 能解决这种问题 就是电报 所以电报呢 对于中国非常重要 古代的这个 所有农民起义失败呢 就是因为他没有电报 你看李自成他在三罕关失败 虽然他有几百万军队 但是他很难调集 而且呢 一旦他失死了 在三罕关一战失败以后呢 他的所有部下都叛断了 因为那些人都是四人军队 他一看 李自成不行了 我就叛断了 但是共产党的这个双掌制度 双掌制度 他能够强而有力的控制队伍 他虽然削弱了这个队伍的这个效率 严重的削弱了队伍的效率 他就相当于中国古代的这个监军啊 你看中国古代史上还总是说 一直在去监督军队 而这样的军队 往往因为震出两头 就是说呢 不能共事闹矛盾 最后呢 这个军队反而降低了他的这个效率 他不能作战 这个我们都知道 全世界都不采用这个办法 但是共产党呢 他为了贯彻这种绝对的这种集权 他宁愿牺牲效率 宁愿牺牲一切 他也要确保你的这个付出 哪怕你全球覆没 他也要求你服从 就是要求你绝对的这个服从命令 我们上一集谈到这个苏联这个对德作战的时候 跟纳粹作战的时候 总是遭到一连秤的这个审视巨大的这个打击 这也跟他的双掌子有关系 因为他两个人 这个战机呢 这个作战呢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运动场上 在这个足球场上一样 他是转身即逝的 就是射门的机会 就那一秒钟 太早一秒钟不行 因为前面可能有两三个人挡住了你的这个 分杀了你的这个门路 再过一秒钟更不行了 那可能整个双方队员都挡住了你射门的路 恰恰的有时候就是90分钟 这个足球场上就那一秒钟 或者那两秒钟 适合于射门 其他地方都不适合于射门 要么球没到了跟前 要么就是说 到了跟前以后呢 前面已经有多人挡住了 要么呢就是守卫园 已经站好了一个恰当的位置 分住了你 你没有射门机会 战场上也是这样 就是那么一天 就是那么一个小时 你需要怎么样作战 指挥官 一个像阳京跟瑶那样的指挥官 他能够迅速的就发布命令 所以他总是能够 就是说 取得一种惊人的战绩 而其他人就做不到这一点 共产党军队不具备这个能力 所以他总是 他的战场上是非常非常无能的 当然另外一个 共产党他还有一个呢 使用了一个武器呢 就是步枪 就是西方人传来的这个步枪 步枪呢 就他根本的民旗时代不一样 步枪他任何人都可以用 尤其小孩就可以使用 所以红军以前那个所谓 长征的主力呢 实际上都是些小孩 都是些同军 都是些十五六岁的一些小孩 而这套自动呢 实际上也都是来自苏联 就像早期那个指挥这个红军 一开始这个逃窜的时候 实际上真正的这套军子领导人 叫李德 就是一个是共产国际派出来的领导人 这个李德呢 是非常愚蠢无能的家伙 但是呢 他也照样指挥这个军队 后来呢 共产党的这个待遇改善了呢 那是因为那个共产国际 绑架了这个蒋介石以后 并不是说毛泽东有什么才能 毛泽东他有什么 毛泽东突飞就是一个山区的农民 有点稍微有点农化 然后呢 作为山区农民来说呢 他比较狡诈一点而已 比如说他每次去到苏联的时候 见到斯大林 就还见到亲爹一样 所以作为二皇帝呢 他实际上是对斯大林 是保持一种毕恭毕敬 和一种绝对忠诚的态度 就是说呢 你一个人就相当于比如说 因为本身中共呢 就是苏共在中国开设的 一个子公司 他可以这么说吧 他的所有的这个 前期中期后期的这个投资 都有来的所有 一直到49年以后呢 中共控制了中国以后呢 才算有了自己有了一点 自由资本 但是他还不能反抗 因为那时候斯大林大国 所以毛泽东的这个 而皇帝呢 一直到斯大林死了以后呢 他开始逐渐的进行叛乱 就像蒋介石一样 蒋介石一开始在 从苏共这个国共合作 国民党就是 深冬山就开始跟苏联人合作了 但是一直到27年 他才敢正式反反 因为他觉得他有资本了 毛泽东也是这样 历史上的中国人总是这样的 就当他觉得这个有资本以后 他就要夺权了 他就要想跟他的老板闹翻了 所以呢 毛泽东一直在应该说 严格意义上 一直到1956年的时候 才算是摆脱了 作为儿皇帝的这么一个角色 赵林我们再来谈谈高岗 高岗是中国历史上 中共历史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人 但是毛泽东最终是拿下了高岗 高岗是否是一个冤案 毛泽东为什么要迫害高岗 克格勃对中国的渗透呢 是非常严密的 我在这里面呢 就是举两个例子 就是共产党的这个渗透 比如说江浦寨共产党 当时呢这个江浦寨 他为什么要屠杀这个 他的这个政权 尽管是毛泽东支持建立的 但是呢 他仍然把当时 在江浦寨的这个华侨 总共二十多万人 屠杀了一半左右 屠杀了十来万 其实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表面的原因呢 他说呢 这都是一些地主资本家 这都是一些这个 剥血经济应该消灭 但事实上呢 布尔布他非常清楚 他屠杀的很多人呢 实际上对方建立 都是建立 呃 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 就是我们知道盛世财 以前这个主政新疆的时候 新疆的形势非常显著 但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少数民族武装 比如外奥飞沃尔人也好 非洲人也好 都相当可怕 盛世财他主要 他知道这个 呃 国民政府 也就是说蒋介石 国民党也好 没有能力向他提供主 中国的支持 所以呢 他主要依赖的 应该这样说 他这个政权的主要依赖的 是红军给他提供这个武器支持 给他提供这个资源 在决战的时候呢 红军能派出一些部队 来帮助他打仗 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呢 当然苏联就强迫他了 苏联也就是用对付这个国民党 对付中国的这种办法呢 也就是说呢 那你要听我的话 我给你那么多支持 OK 现在我们派这个 呃 这个延安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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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中共的这些头目 大大逍遥的人 都过去了 包括毛泽东的弟弟 不都跑都都给你派到新疆 做一些活动 啊 甚至在表面上也欢迎 也请你吃饭 但是安逸地呢 对他们进行严密监控 后来呢 他就找机会 像是拉临报告 这个人实际上是脱了自己分子 斯大林他没有搞不清楚 到底这是不是脱了自己分子 盛世财在这方面很有能耐 他是这个 他是跟张作霖类似的一个外交家 他非常懂个外交 应该在这方面呢 他比斯大林 他比毛泽东讲究是比较好名 所以呢 他的报告呢 成功的把毛泽东的弟弟 把很多的这个 中共的头目都给杀害了 因为盛世财非常清楚 他们都是这样的头目 他们到新疆来 就是挖枪脚的 只要假以一定的时事 他们就会 哈罗莫足够的人 然后呢 在新疆发动一场叛乱 把他的政权夺走 变成共产党政权 他非常清楚这一点 所以 但是呢 他又不能明明对抗 跟斯大林对抗 他只能按照对抗 所以布尔波特呢 屠杀大量的这个中国人呢 尤其他后来栽倒在他 当时越南人也有将近三万人 在这个 江湖灾 他也是把这将近三万人 两万多人杀掉了一半左右 实际上很多都是 布尔波特根据他的经验知道 这是越南间谍 这是中国间谍 中国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苏联对中国的渗透 他是全方位的 他这个渗透呢 是你看不见的 外界看不见的 中共也不愿意去提他 因为提起来讲起来 他都是一些羞耻的事情 你举个简单例子来说 他也不可能允许提他 刘少奇在苏联待了好长时间 不管是高岗是刘少奇 还有那些人 在苏联长期学习的高岗 应该这样说 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话 百分之九十以上 也都是苏联克格国的特务 或者齐哈特务 就包括像江泽民里面 这样的高岗子 在苏联学习了 克格国如果不找他们 不发展他们的话 那是属于失职 就说他们没有开展 他们正常的这个工作 他们如果能够敢于拒绝的话 那就要冒死狂的分析 而且在那个时代 他怎么可能拒绝 所以毛泽东 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所以为什么斯大林 在世的时候呢 他不敢这个异动呢 就是因为他知道 中共党内 亲疏派或者克格国 占据绝对优势 他稍微一点不小心 就可能有杀身之火 但斯大林一死呢 他就开始蠢蠢欲动了 他最主要的呢 他是巧妙的挑拨了两个 亲苏派头目 或者说当时 在中共党内的两个 主要的这个苏联特务头目 一个是这个高杆 一个是刘少奇 这个背景的很多人 都觉得好像是 他们之间的这个斗争 或者说这两个人 后来为什么都倒了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这两人实际上 都是苏联派两个 在苏联 我们知道刘少奇是 亲苏派头目实际上 刘少奇的这个 这个基本的思想和思路 是在苏联形成 按照苏联的那套路来走 所以说呢 斯大林一死以后呢 毛泽东立刻呢 就挑拨这个高杆 跟这个刘少奇斗争 我看到的这个资料表明呢 这个老毛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老毛在这方面呢 作为一个山区农民 他是具有一种 中国农民的那种狡诈 那种 他在这两个人之间呢 就是分别找两人谈话 然后呢 最后的意思就是说呢 两个人只能留一个 那两个人就开始死斗起来了 高岗内 在解放战争当中 尤其在东北战争 起来是绝对的作用 因为他是斯大林最信任的 实际上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 曾经考虑用高岗来换掉 这个农民毛泽东 因为他觉得这个高马俄高岗更挺好 但是他一死高岗已经注定了自己要灭 高岗对这一点认识不清楚 因为他以前看到这个老毛对着他 都点头哈腰的每次见到他 他以为毛泽西很佩服他的能力 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实际上你是什么呢 你共产党人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本来都是一些的 就是一些社会渣热 就像刘沙奇一样 他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 但是说给你关起来 就给你关起来 所以像弄一条狗一样的 就像弄一条狗一样 就把你虐待死了 把你关押起来 把你控制起来 高岗也是这个样的 所以说毛泽东通过打击高岗 主要的用意在于打击青苏派 因为后来我看到一些文章 就去说实际上在毛泽东统治时代 最悲惨的一个群体 叫托派 实际上中国的托派呢 基本上应该是都是青苏派 实际上这些人实际上不是什么托派 这些人恰恰是斯大林派 斯大林在国内的时候喜欢抓托派 托派托派 托洛斯基呢 都是跟他们作对的 就是反党分子 就像文化大革命 他毛泽东斗刘少奇派一样 斗这个保皇派一样 实际上在毛泽东早期的时候 我们经常抓一些托派 而且呢 对待他们呢 都是很残忍 就不能关到监狱里 比如一个房间里面 关到二三十个人 就通知 就说这都是托派分子 从现在开始停止饮食供应 就跟他们说需要考验他们 最后就把他们都考验死了 都活活饿死 饿得差不多的时候 大不了了 托出去不行了 就给你托出去埋掉了 或者说那要一个房间里面 只要那个房间里足够坚固的话 把几个人都关到那里面 反正说一个星期以后呢 就会有人死掉 有人死了以后呢 他那个病菌就会迅速传播 就是那个失毒 会迅速传播到其他人 其他人也会跟着上 共产党对待这个托派 对待他们党内的通道 是最残忍的 很多的这个托派 当然不排除 这里面很多都是特务 就是苏共在中国的这个特务 不光他对国民党渗透 他对共产党当然也是不放心的 他有自己的渠道 他有自己的这个渠道 后来我看过一篇文章 那他们就说呢 这个苏联特务 所以有一个苏联特务被这个 抓了起来 抓了起来过以后呢 但是呢他始终拒绝交代 就是说 组织上就怀疑他是苏联特务 因为他是苏联流过血 但是呢 组织上始终就是 就是共产党就是 侦办部门始终呢 就是没有从他嘴里 撬出来他的上级联络人是谁 那时候呢 又一直要抓这个 他们的这个 就是破获更多的这个特务 所以呢 再把他判了这个 好像20年徒刑 还是15年徒刑 送到监狱以后呢 就进行了惊奇的设计 我看到他那个设计 很有意思的就是 就是共产党跟这个苏联特务 可可不特务进行斗争的那个 应该说是 花费了他们很多的精力 其中有一个细节 很有意思 把这个人关押就过以后呢 这个人还是医生 他在苏联呢 还学过医 他懂得治病 然后呢 监狱里呢 就有一个干部呢 就经常去找他看病 就找他聊天 然后就跟他讲 你看我的这个脚这个脑是烂 怎么这个烂的很厉害 就说呢 别人说是脚气 我用很多方法都治不好 能不能帮我看看 他看了以后呢 凭他的经验他就知道 因为当时中国生产的那个胶鞋 就是塑料鞋有问题 他说呢 你这个不要穿塑料鞋 你就穿布鞋 或者穿这个球鞋 穿其他的鞋 不要穿这种塑料鞋 因为这个塑料鞋的塑料里 有这个过敏 他照这个方法 很快就好了 好了以后呢 这个干部呢 就跟他说 谢谢你啊 他说我这个几十年都不知道 这个病我从小就有这个毛病 就是从年轻的时候 一穿鞋 一到夏天都烂脚 但是 可是你这个高明 实在感激 而且弄到我以前生活也很困难 甚至老婆都嫌弃我 家里朋友 都觉得我这个脚烂 觉得很奇怪 到处去一问药都行 你帮我治好 你说我 嗯 你有什么事情 我很愿意帮忙呢 后来呢 这个医生秋图呢 过了一段时间 那两个人相处得到信任以后呢 就说 你有本信 你帮我发言 信不信 私下来发言 因为监狱的关系是非常严格的 每个人都要经过仔细分析 尤其像他这样的 这个苏联特务嫌疑 更严格 然后呢 这个干部呢 把他发出去了 过一段时间呢 还给他收到了一个秘密来信 回信 这实际上 这是一个相互试探的过程 诶 这个苏联特务 这个医生秋图呢 觉得呢 这个关系是很可靠的 然后呢 他就 他说 哎哟 现在还有一个朋友 我也想联系一下 又给他一封信 于是这封信呢 又发出了 这个信呢 当然他说 立即送到有关部门去 实际上是 一直送到有关部门去 来检查 然后呢 这个干部呢 实际上这个毛病呢 他早就有 而且早就治好了 他知道这个毛病 他是故意的 就是说 把自己的这个毛病暴露出来 然后 通过这种关系呢 跟他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联系 然后获得他的信任 然后帮他建立一个地下渠道 然后帮他送信 然后这第二番信呢 他们组织上认为呢 这个很重要 但是呢 他这个第二番信 到了那个 写的那个地址呢 是一个 居然是一栋大楼 不是一个这个具体的住户 就是北京你知道 过去有很多那个 比如打院的 35号楼 摸摸摸 而且他们一查那个楼里面 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这时候怎么办呢 就只好呢 安排人在地方蹲守 就24小时不见乱的 手中那个大楼 看看 把那个信呢 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 盯着那个信 在传达室里面盯着 后来终于等了将近一个月 突然发现那个信拿走了 但是 他们却没有找到 因为那时候没有良好的监控设置 就说没有抓住那个男性的人 但是呢 这也使他们确认 这是一个 这个 苏联特务的行动 所以后来呢 果然 没过多长时间 又过了一个月呢 监狱里突然来了一个干部 自治国就拿了一份介绍信 说他是磨磨磨 身为组织部的人 需要有重大的事件 来 把这个人带回去 他另外还带了一个帮手 两个人一块 带着枪 说我们要把他带走 带走以后呢 他说因为有新的案 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新的这个线索 表明他是苏联特务 我们需要把他带回去配合调查 需要进行审讯 这个监狱当局呢 不动声色 就把他们请了进去 把他们安排好 最后把他们的这个 突然一帮人出现 拿着枪逼着他们 解除了他们的武装 把他们抓起来 后来就证实呢 他居然就是说 来营救他的这两个人呢 居然是真正苏联派来的这个特务 也就是苏联你看看他的能力多强 他都能到监狱里去营救他们 被毁 而且呢就是说呢 苏共因为 他这个中共的这个特务系统 他是跟苏共学的 所以说呢 他们互相之间呢 他都知道自己对方的这种公道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些门道 哦 我这个进监狱那么多年 从事运用那么多年 很多大多个民运人士都不知道 这个很多这样的这个 这样的办法 这样的这个技巧 就是他们 他是很高明的 他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这种 就是克格勃的这个训练特务呢 他有大量的这个案例 克格勃训练特务的这个 他甚至为了这个培养到英国的这个特务 他专门在苏联某个地方 复制了一个英国的小镇 完全就是让在英国生活的那些人 在那里面扮演各种角色 就包括鱿鱼 商店 所有的一切一切 或者让一些在美国长期生活的人 建立一个美国小镇 然后让苏联就是 当这个特务需要训练 关于美国的这个行动的 这个能力的时候 就让他们在那里面训练 就是实地演习 实战演习 对啊 好莱坞电影 他让他非常的有特务 因为苏联特务呢 对中国的这个渗透呢 是非常顺利的 但是毛泽东呢 通过这个反高岗以后 基本上把苏联特务进行了 进一步大清洗 大清洗以后呢 再加上呢 苏联那时候呢 出在混乱时期 因为斯大林死了以后呢 苏联政权是进行了一番内斗 再加上赫鲁肖夫呢 在1956年 又终于推倒了这个斯大林 所以说呢 这是第一个根本原因 毛泽东觉得他翅膀已硬了 第二呢 他也觉得这个苏联人呢 这个居然敢反对斯大林 他也 这之后给了他一个机会 就是没有出现新的 强威的这个领导人 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终于自己 开始沉溺了 然后呢 他这个 所以他反对高岗的这个目的呢 就是给了扫荡苏联透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